好了,同学们,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了。 平率上两条直线最多可以有几个焦点呢? 此时每条线上有几个焦点呢? 好吧,太简单了是不是? 是的。 那告诉我几个焦点? 最多一个焦点。 别忘了,最多。 在最开始我们知道,两条直线可以有零个或一个,平行就是零个,相交就是一个,对不对? 而这时候,如果它相交了,那每条线上会有几个焦点呢? 嗯,一个。 每条线上会有一个焦点,所以第一问非常的简单。 好吧,就是这种情况,两条直线最多有一个焦点,每条线上有一个点。 好了,接着第二问,其实你会发现,当我们所研究的题目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,我们是如何考虑的呢? 这道题就给了你一个思路,那就是如果直接问五条线,十条线,一百条线,非常不好考虑。 但是一条线,两条线,三条线,我们总是好考虑的,对不对? 是的。 好了,那接着来想了三条直线呢? 三条直线最多三个焦点? 这个也很简单,所以画出来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? 是的。 而此时一共有三个焦点,每条线上是两个点。 好了,那在这儿,同学们想,三条直线影响焦点个数的,一,它是否平行? 二,还有一个,那就是这三个点是否是重合的。 而我们的要求是要求这个最多,那也就是说,你在画这个线的时候,这些线能平行吗? 不行。 那能所有的点都交在一起吗? 不行。 也不行。 所以一定不要出现平行,也不要出现点共在一起的情况,对不对? 对吧。 好了,那下面四条直线的,同学们,你自己来画画试试吧。 好,下面我们来看四条直线。 有了刚刚的经验啊,其实你的图是可以在三条线的基础上去画的。 别忘了我们的要求,点要尽量的多,对不对? 接着下一个要求,要想点击那么多,就要求不能出现平行的线,也不能出现很多条线交在一点的情况,对不对? 是的。 那新画的线,要和第一条线得相交吧? 要和原本的第二条线也相交,和原本的第三条线也要相交。 那你来告诉我,最多可以增加几个焦点呢? 最多可以增加六个。 最多可以增加三个。 所以在画的时候,比如说我这样来画,是不是就会在原有三个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,两个,三个,对不对? 是的。 好了,那此时应该一共有几个点? 一共有六个。 一共有六个。 那这个六又是怎么得来的呢? 三加三。 三加三,那原本的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? 嗯,一个加二,一加二来的。 想一想,两条线的时候,是不是一个焦点? 嗯。 三条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。 对。 到四条线的时候,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,两个,三个,对吗? 对的。 好了,同学们,有了这个,那你来想一想五条线,你就算不画图,你能不能得冲这个数据呢? 来,暂停一下。 好了,同学们,你来告诉我,如果是五条线的话,那应该怎么样? 应该是加四加五。 哦,哦,哦,加四,再加五吗? 这时候你要注意咯,这已经几条线了? 哦,已经四条线了。 已经四条线了。 所以,要想五条线,你只需要在上面再增加四个点。 一条线,对不对? 是的。 这一条线,会和原有的第一条线有一个,和第二条线有一个。 第三,第四,各有一个焦点,所以它最多最多,能增加几个呀? 四个。 能增加四个,好吧,这个图怎么画呢? 数着画老师,一数着画就好。 哦,好吧,来,卡,可不可以呢? 当然可以了,此时就再加一个四,对不对? 是的。 所以,四条线和五条线也都可以出来了,四条线各自跟各自都交在一起。 那么这时候一共有六个焦点,每条线上是三个点,因为每一条线都要和其他三条线相交,对不对? 嗯,那对于五条线而言,图也很好画,都交在一块了,一共有十个焦点,此时的每一条线上都会和其他的四条线有焦点,所以每一条线上是四个焦点。 对,那一二三四五我都知道,那如果六七八九呢,能不能推导出来? 嗯,当然可以了,但是按照这个方法推导出来的,如果我上来就问你一百条线了。 嗯,那我是不是这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四加六一直加下去呢? 对呀。 对呀。 能不能有一个通用的式子呢? 这就把我们从一步一步的推导过程当中解放出来了。 那这就叫做通向归纳的能力,能不能有一个通用的办法,告诉你几条线,我就马上能算出来呢? 这个能力对于同学们来讲,可以说至关重要,决定了你的成绩到底能到多高。 那这怎么想呢? 嗯,其实同学们,我们来想一想原本的情况,一共有几条线和一共有多少个焦点,对不对? 嗯,还研究了每条线上有几个点,对吗? 是的。 我们是不是从两条线开始研究起的? 是的。 二应该写这儿,如果是两条线,一共有最多一个焦点,每条线上有一个。 一个,如果是三条线,最多有三个焦点,也就是一加二,而每条线上有两个。 两个,那接着,四条线是一加二加三,每条线上有三个。 老师,我找出来规律了。 五条线呢? 一加二加三加四,每条线是四个点。 哦,那好了,如果是N条线呢? 一加二加三加四,一直加到N,不是吧? 一加二,一直加三加四,加到N,太简单了,是不是? 是啊。 这也是我们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发现规律太影响。 哇塞,我看到了。 但是一出考场,为什么我的题不对呢? 这可是标准错误大了。 在这儿,佳佳老师教你一个小招,怎样来避免你的这种错误呢? 其实很简单,那你就带你去看看你的规律呗。 一,N的时候是一加到N,对不对? 对。 那是不是意味着五的时候应该是一加到五啊? 诶,好像比我少的一。 诶,发现五条线是加到四的。 是。 四条线是加到三的。 所以N条线的时候是加到N-1。 N-1,这可是一定要注意的哟,这种小细节的地方。 因为你最后一条线是和已有的N-1条线各有一个焦点的,所以增加的是N-1。 而此时,每条线上有几个呢? 有,有,有N-1和N-1个。 好了,那下面一一直加到N-1,这又应该如何来算呢? 呃,等差数列求和。 嗯,那好了,同学们来想一想,等差数列求和的公式是什么? 呃,首加尾的和乘个数除以二。 好了,首相是一,尾是谁啊? N-1。 N-1的和乘相数是谁呢? 嗯,N-1。 是N-1个,然后再除以二。 那这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呢? 嗯,一加N再减一。 啊,就是N啦。 就是N乘N-1再除以二。 两个字母或者是字母和括号之间是乘号是可以省略的。 嗯,就是N乘N-1再除以二,对不对? 对吧。 那咱们验证一下,对不对呢? 嗯,如果N等于三,那就是三乘二除以二等于三。 嗯,如果N是四,那是四乘三除以二等于六。 诶,再接着。 诶,那五就是五乘四除以二等于十。 诶,怎么样? 是不是规律全都正确呢? 是的。 所以最后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通用的式子了,那就是N条直线最多的焦点个数是1加到N-1,整理之后那也就是N乘N-1再除以二。 这是总共有多少个? 此时每条线上都是N-1个焦点。 好了,同学们,通过这道题从简单情况入手,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通用的规律。 这也是我们数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,就是从简单情况入手。 当数据特别大,特别难的时候也不要着急,把数变小,你发现解决起来就容易了。 而这道题的结论,那就是焦点的个数要想多,那线是不能出现平行的,也不能出现好几条线焦在异点的情况。 而第二个,N条直线这个规律要记住,最多的焦点个数是N乘N-1再除以二呢?